现代人喜欢在家享受自己冲爆咖啡的乐趣 但剩下的咖啡渣你都怎么处理 千万别丢掉啊 干燥后的咖啡渣除了可以放冰箱去味 摆厕所除臭 当烟灰缸使用 咖啡厅吧台教你 咖啡渣还有其他妙用哦 咖啡渣可以当作天然又环保的磨砂粉使用 利用干燥咖啡渣倒入初榨橄榄油 充分拌匀 在身体上涂抹搓揉 有清洁毛孔和取角质的作用 可以让皮肤更鼓劣哦 不过皮肤科医师陈伯宏表示 咖啡渣当作身体去角质剂 要选择细小的颗粒 并且先以身体小部位适用 确认不会造成皮肤过敏 而自制的去角质剂也不建议使用在脸上 免得造成过度刺激 此外如果咖啡渣处理不当 因潮湿而有黴菌在其中支撑 对皮肤反而是种伤害 咖啡渣里含有活性碳的结构 具有吸附能力 用来洗碗可以清除油腻感 还可以去除异味 是天然的洗涤剂 昆虫不喜欢咖啡浓烈的味道 将咖啡渣覆盖在盆栽土壤表面 还可以借此驱赶蝸牛 田鱼等软体动物 当作天然防虫镜也很适合 驱虫之余又不会伤到植物 东新闻采访报导